就是報告第十三章 我是呂寧願 那就是第一節我大概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先講一下它上面提到的那個機率模型 就是PCA跟那個因子分析的機率模型 然後就是有機率模型的話 我們可以用就是maximum likelihood 最大自然然後還有給的那些資料 然後去估它的適合的參數 那另外會講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這些都是一些有laten variable 就是前變數的這些模型或者是生成模型 那一個蠻常被用的蠻標準的工具 就是那個期望最大算法 那有些原因我們用這個比較好 不過中簡會提一下說 在PCA這個模型上面其實是 方程度上有比較解析的算式 一般來講可能會用tm算法的 這是第一個session 那這個圖模型它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取的資料點可以看成是 大概有兩個兩組變數 一個是h是baten variable 一個是x 那你h它在這裡是遵從一個高次分部 那我這裡的h大概含有第一個變數 就是最底下就是左下角那邊 h是你可以看成是一個低微的項量 或者是1乘1的矩陣 然後x通常它的微度會比較大 它是一個n微的空間 如果說h確定的話 那x怎麼決定 大概是遵守最上面那個s wh加b加ipson 這裡的隨機變數是h和ipson 就是h大概是在baten的這個space裡面 你選一個點 然後把它線性映射到資料的空間上面 然後你可能做一個偏移b 然後noise的話 我們在bca機率模型上面 也是用一個gauss分部這樣子 那它的寬度大概是4個 那我們時常關心的其實 我們看到的是那些x的分部 所以x它遵守的其實 你同一個s因為噪音的關係 不同的h可能會定到同一個s 那我們要把h去把它就是marginalize 最後的結果 因為我們的p of h 在h這個條件下面的x的機率都是高4分部 所以你把它基本還是高4分部 那剛剛的圖像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最左邊那個一維的 就是一個latent space 你上面選一點以後 你可以把它線性映射到在那個資料空間裡面 那它維度就比較高 是兩維的s1s2 那映射過去以後 那我們再加一個紅色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裡面選一點就是 noise由這些範圍決定也是一個高4分部 寬度大概就是一個 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那最後面我們看到的s 你多放幾個點這樣子去產生的時候 大概就是右邊那個資料看起來的樣子 就是它 就很多資料它可能會 看起來某些資料之間會有相關性 然後會在一個子空間裡面 就是甚至它是平面的 甚至它是平的 甚至它是平的 那可能在那一個子空間附近會散見一些 你可以說的 noise 或者資料本來是這樣子 那這是它的這個幾率的模型 那我們一般的BCA大概做的事情就是說 把那個資料 一堆資料點 那個convariance的矩陣去找 還有iconvalium 去找那些子空間 你自己可能要選一下說 你要找幾位 然後一個特徵就是說 你在iconvalium是象徵 在那些方向上它的資料點 這個variance 就是變異的大型 那這就是因子分析的那個幾率模型差不多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只是說在產生noise 就是在XAWH加B加IYSOM 那個IYSOM 它雖然也是遵從高四分部 不過遵從的是 我這裡寫的IYSOM 遵從的這個高四分部 它每一個方向的這個變異 就是不一樣 就是有SIGMA1 SIGMA2 SIGMA3 就是這個差別 那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它的這個convariance的矩陣 就是一個對角的矩陣 上面元素不一樣的 就是我叫做這個SIDE 我們書上是叫做SIDE 那這裡提一下就是 我們還是一樣可以去看它的 S到底是乘下怎樣的高四分部 那你可以把兩個高四 乘起來的積分 可是裡面聽得到的 雖然數學就是不麻煩 不難就是配方法 可是你算起來很煩 那一個蠻好的觀點就是說 你如果認為它就是高四分部 那高四分部象徵它的就是它的 平均值跟它的那個convariance 所以你去直接去算它的 雖然這一頁不是很重要 就是提一下就好了 你直接去算的話 就還蠻快的 例如說你直接去算 它的平均值跟它的convariance的話 就會得到重要的那個平均值 就是我們這個中心點B 還有那個它的convariance 就是WWT加上SI這樣子 這一個做法當然對factor analysis 跟那個對PCA 機率PCA都適用 那接下來要講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資料點 那你要問說 像剛才那一些W那些B 還有那些sigma平方 它怎麼樣選比較好的話 那我們就用它的一個四欄最大來看看 我們先求它的這個四欄率 然後一般取log 那這些資料點 有很多資料點就可以用加起來 那資料點有n個 i點有1到n 那因為它是高尋 所以你取那個log就還蠻好 會樣子會比較單純 就是底下這個 那前面有些像大概是把常數 也考慮進來的 那這裡C covariance 就是剛剛講到的 那你對PCA 對factor analysis的話 sigma平方i就是變成SI這樣 那接下來要講進去就是說 對於PCA 就是機率的PCA 其實是有解析解這樣 你如果把這個log likelihood 你就把它取為分的話 那一他等於0 其實是可以解出來的 我這是看那個Bishop那本書上面的 那有些我有推到 那有些其實就是把它公式超過來了 就讓大家看看有興趣可以回去找 那大概的結果就是 你有一堆資料點的話 它的這個中心點跟我們的直覺還蠻像 就把一堆資料點平均起來 那你要算這個W 在我們算一般的PCA的時候的經驗是 W跟它的 eigenvector 就是 covariance的 eigenvector 也是有關係 那在就是Bishop這個書裡面提供的一個解 它其實基本上也是那樣 大概這個有些細節 不過大概就是把 eigenvector拿來做重新的 scale 因為其實原來那個 lative space裡面的那一個variance大概都是1 所以你要投影到就是資料空間 你要讓每個方向的variance是 eigenvalue的話 你要scale一下W 抱歉 然後sigma平方就比較先不提 那有一個有用的結果 就先列在這邊 就是你如果現在有個資料點在這裡的時候 你想要回去看看 說它可能是什麼樣的 最可能是什麼樣的h來造成這個x的 那你可以用一下這個結果 這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看那個x和h 就是latent variable 還有click observable的那個posterior 就是說你有一個資料點s 那你要去看 回去看它是什麼樣的rative variable 那這結果後面有事還滿有用的這樣子 那這個只是說 比較一下說 一般的pca跟我們紀律pca的一些的相似性 那其實大概把剛才公司的sigma 你看它趨近0要回到 我們既然要回到我們 就是用再用那個pca 那這個就沒什麼關係 要掉 那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建立了紀律模型 對於pca跟這個factor analysis 那有它我們當然可以去算它的likelihood 然後去做maximal likelihood 應該可以求出參數來 可是有時候不像是剛才pca 它可以有一個像是解析節的東西 即使是像factor analysis 它只要把這個產生noise的這個 每一個方向的noise的bearance guide 都不一樣的話 那個解析節好像不管用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會用 這期望最大的算法 那一個就是說有些機律模型 它沒有這種解析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某種程度來講 它雖然把求得最好參數的步驟分了很多步 可是每一步的計算量可能會比較少 因為就是在一般pca裡面 一個很關鍵的步驟是找 就是covarance矩證 它的解析 eigenvalue的problem 那它的運算量可能是 你以前是要那個變數的維度的三四方之類的 那那個可能在維度高的時候會很大 那如果去檢查說 等一下em算法 它的那步驟的話 計算量好像相較起來會變少一點 而且這是一個比較一般化的方法 就是對一般的這些 對蠻多的那種生成模型 那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們的生成模型 大概就是說 有latan variable跟observable 那你常常需要 就是我們想要最大化的其實是 我們可觀測到的這些 的這個marginalized的這個likely wood 你想要讓它最大 然後也許取個LOG 那用貝斯定理的話 那你把它 我現在就是講 我認識的也很算法 大概意思就是 你把他用貝斯定理 你換一下位置的話 我們時常是講說 這個posterius等於ps分枝 這個聯合機率 那你把它換一下位置 那然後這個東西 你去選一個q 就是q在整個z空間裡面 它有機率的意思就是 它基本是1 那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那大概就是把這個東西 除以q乘以q 那一log你把它拆開來 然後再對q積分這樣子 那主要是說 它會變成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後面這一項其實就是 這個q跟這個 真正的posterior的這個kl divergence 那它會大於等於 然後前面這一項呢 那等一下我們會降 然後主要是這個結果 其實跟我們選的q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在隨便亂變化q的時候 你對q為分的時候 這整個東西應該是0 因為這整個東西 這整一條式子就是這個 所以你條q其實 這個是大於等於0的話 所以你能讓前面這一項 最好最好的狀況 就是讓它就等於最前面那一項 就是譬如說這是 就是這個如果是10 你不管q選什麼樣它都是10 然後你q選得不好的話 這個會冒出來 它這個最小是0 大的話可以是12345 那你可以期望說前面這項最大的是10 這時候kl divergence是0 表示說你的q猜得很好 就是猜到了原來幾率分佈的posterior 那剛剛講的那些畫的圖像 好像是這樣 這也是Bisham的書 把它摘出來 就是說 剛剛最後結果有三項 紅色這一項是全部的量 它跟q其實沒有關係 所以一開始就是 你隨便亂選一個q的時候 藍色的這個量 是前面這一個量 其實應該是這兩項加起來 然後這一段是kl divergence 你隨便亂選的話它是大於1 然後你如果q這量盡你所能的把它調得好的話 那你就發現這一段會慢慢縮成0 紅色的高度都始終沒有變 在調q的過程 然後紅藍色這一塊 或者是上面這一整塊就會最大化 那這個其實是期望的過程 就是em方法是expectation跟massimization 這兩個步驟交替進行 那e的步驟就是做這件事情 其實期望有點是 你s該給它歸類什麼樣的那些variable 就是去求posterior 那這裡你猜q其實在猜 在我認識裡面就猜posterior這樣子 不好意思你這樣你的紅色線不應該長高嗎 就是你來這裡本來的地方是 是是 我現在講的大概比較像是 從這一步選q到這一步 對 目前紅色就還好 所以在下一個就不是你現在講的 是是是 那下一個就是 剛剛larry講的這個 就是最大化的這個過程 就是現在我把q定下來以後 然後我去想辦法讓 藍色的這一塊變大 我去調參數 我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那些模型的參數都沒有這樣 在這裡比較像是 除了laten variable和observable以外 比較像是那些 像剛剛那些w那些sigma 那些b 然後你想辦法把它調整以後 你可以把它調大一點 也許一次不能調到最大的稱數都沒有關係 調大一點以後 其實kl divergence也會展出來 所以你整個紅色就會更大了 總而言之就是說 我們可以一直讓我們這個紅色的這個量 這是我們的目標 要讓它最大化 那它的lower bound是那個藍色的 所以你就e和m交替的過程 可以讓它一起變大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好像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把它用在我們這裡的 那個bca跟那個精子分析上面的話 就是第一步先把這個寫出來 它比較好的地方就是它比它好的地方 比原來這個問題好的地方是說 你把h積分那個有的不好 而且你取log它也不是那麼好 因為它是一堆東西加起來再取log 性質不好 那你如果是看聯合機率的話 你取log會變很簡單的東西 這樣 在這裡是有這種限制 好像在那個就是 dbm rbm上面好像有類似的事情的感覺 然後你去把它取log以後 它就變成這樣子 那接下來你就交替的去做那兩個呼籽 我第一個先去猜它的posterior 那其實是這個東西 我可能在底下快快講 那你就先選 儘量最好的這個qu 最好的posterior 其實就是在纏屬不動的情況下 你去找它的這個解這樣子 然後你先把這個固定 然後你去把它的 剛才的這個量最大快 這有點太細節 對不起就是我 我就提一下我的認知這樣子 好那底下這個就是你想辦法把 這些量去把它最大化這樣 你就把它對w和sigma為分 然後令它是0這樣 就底下這個式子 好這就是m的步驟 好那這就是 就是看起來就是那個就是PCA跟Vacant analysis 他們提到這個EM的方法這樣 那接下來我要講就是第二個部分 是那個就是毒令成分的分析 那我要講的第一個就是很短的講一下 我認知的問題是怎麼樣 然後就是第二個就是ICA它的一些條件 大概就是說你的那些的成分它要統計上獨立 然後它通常是unknone的 就是你要去猜的 然後它要是非高斯的分布 其實你說如果一個訊號它真的是一堆高斯分布 它是獨立的組成起來那怎麼辦 我的想看起來就是說 那就是不能用這個方法去分 雖然我們看起來談很多東西 就是說你的獨立成分它是非高尋 可是如果真實中 如果有高尋的東西組成起來的話 你就是不能用這個方法去分出來 因為它們都混在一起 沒有辦法用這個方法去分 那分的依據到時候會講說 它其實是看這個訊號它的高斯 度量它有多麼高尋這樣子 那最後也談一下說 就是Mutual Information的這個一個觀點 因為我們講說要分出這些獨立分量 那獨立分量的一個特徵就是它Mutual Information好像是0 那跟它是不是高尋有什麼關係 就講一下就好了 那我認識的問題大概就是說 現在有一堆這個 例如說N個我們不知道的這個隨機變數 那它們做線性組合後也組成N個可以觀測到這個變數 那基本上這個一系列的H N個H它決定了以後S就決定了 不過H它每一個H都是遵守自己的這個 每一個H它們遵守分布 互相都是統計獨立的 就是H1Y和H2是統計上獨立的 那等一下我們看到它甚至要是這個非高斯等等 那我們就做一個這個假設說 H的這個期望值或者是X的期望值都是0 那如果不是0其實可以經歷的轉換 把它用這個方法是可以從得出來的 然後先來看一下對應的那個機率模型 那就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有前變數是H 然後我們觀測到的是S 那這裡比較沒有那個Noise 就是WH我沒有加BiS BiS定乘是0 然後Noise就先研究沒有的 然後它的X跟H的這個關係大概是這樣 因為就是你機率分布 如果兩個隨機變數它差一個常數的話 你機率分布要調一下這樣子 那這裡可能會差一個角扣邊子 那剛才的這個有了機率模型 我們就可以寫它likelihood 看它的loglikelihood 這裡我們需要調整的 就是剛才那些線性轉換 那個矩陣的那些裡面的成分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我們選的這個模型本身 非高斯的這些模型本身 有一個參數我沒有列出來 這些都是要調的 你可以就拿到資料點去把它追加化 資料點為什麼是T等於1到大T 你是說這個問題好像會被拿來談 我等一下可能會講到 就是這個資料點 有1到大T這麼多個資料點這樣子 那這裡就是講說 你可以把GiClick獲得最大化 然後去找它的這些參數 不過好像很多的這個PCA 它不是這樣做的這樣 那 抱歉 ICA就是獨立成分分析 不是這樣做的 它們做的事情首先 它們是把這些混在一起的訊號源把它做分離 它比較不是去拆它背後的這個 散生成模型的那個機率分佈 感覺比較不是做這件事情 剛才也不是 就是課本上有一句說 不是去找這些高層次的這個 抽象的這些Cosal Factor 那可能它先進大家有評論 對 那一些應用 就是它好像其實蠻多應用 而且這個好像 我認識這個很淺 然後好像這個 好像蠻重要的一個技術 然後很多的領域 用了十幾年吧 是不是 九幾年的樣子 那其中一些像是 如果說你去 這MEG就是探測腦部 這個因為神經運動的那些電流 它有產生細微的磁場 你把它探測出來 就可以知道腦部的活動的一些分佈這樣子 那可能放一些探針 或者說放一些探頭這樣 那就是 或者是 如果你有一個影像 它有混了Noise 那你可以把它 影像跟Noise做分離 然後混合的這個東西 再把它分離開來 那或者是在Reference裡面 它有提到的就是說 你有好幾筆金流 那這幾筆金流 它們的這個分佈 它們的動態可能都不太一樣 混在一起了 那你可以去把它重新分開來 那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MEG 那字我不太清楚 好像就是磁的什麼腦固照相數之類的 大概我看起來意思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它把電流的那個造成磁場的分佈 把它探測出來 像是 把腦分成好幾區 然後每一區就 那種去探測它的 隨時時間的這個訊號強度 那這些訊號強度 其實可能是 眼睛或者是 腦部 就 我們在場有 像Jason是專家 就是 這些 整個的活動把它架起來 所以是 我們觀測到這些 某個位置的訊號 其實是混合起來的 那可以把它做分離 分離出來可能就是 不同的成分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收集大堆的這個自然影像 然後它加上噪音 然後你去訓練以後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噪音把它分離開來 那你下一次 那你再拿到一個自然影像 它混的噪音的話 你可能用同樣的這個 限制轉換的一個 把它分離開來 我認知好是這樣 就是這是普通的影像 混的噪音的影像 可能有一些 就是變化很快的這些部分 這樣 後來你重新把它分離回來以後 就可以跟RH比一比 或就跟其他分離的基礎學 看似也比較好 那 那回頭講就是 ICA的這個獨立是什麼意思 是統計上的獨立 就是說 你如果有兩個東西 它的聯合分佈 那它可以拆成各自 marginalized掉的這個分佈的話 那我們說它是獨立的 那它有個特性就是說 你如果說 例如說H1和H2 它的任何函數去 對聯合機率去做期望值 你可以把它個別的期望值 乘起來 那這個跟我們一般講的 這個不相干 就是uncorrelated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特例 就是你 那個函數都取一次方 就是一次方的 都取一次方 一般來講 即使uncorrelated的這種訊號 它有可能在高次方的這個期望值 不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它兩件事情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uncorrelated的 就是不一定是獨立的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能找到uncorrelated的 可能很好 就是 一個 好方向 這樣子 然後 這個例子就是 其中一個 剛剛 你去算了兩個量 會不一樣 不過就 就不講有沒有 就是 它大概是講說 就是這個空間裡面有四個點 然後這個四個點 就是這個空間裡面是 x和y 平面上的四個點 然後四個點在1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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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個幾乎的四分之 然後如果去算 它的這些moment的話 就會發現 就會分辨出來 這兩個 combine 那 ICS的條件就是說 首先 講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k選成1的話 x等於wh 就是 我們剛剛講說 你把一些 wh的訊號拿來做混合 那你這個解其實有無限多種 因為你隨便把你的訊號源去乘一個K 你把你的轉換出一個K的話 那你也是一個適當的這個可能 那你其實可以把K調成很小 K屈近於0然後轉換調成很大 你也可以得到一個解 所以這個變成我們要做一點限制 就是我們要找的可能特定就是 這個大小大概是固定的這種解 所以我們會額外加這個限制 對H去加一個限制 把大小大概的定下來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的獨立分量是非Gauss的原因 是說你如果拿Gauss的一些獨立訊號 去重新做線性組合的話 你會發現它跟原來的那個位組 就是沒有做線性轉換以前 這個線性轉換 例如說是一個正交的矩陣 然後你轉換出來這些前變數的線性組合 跟原來的前變數 一樣是獨立的而且一樣好的 所以你如果用剛剛 ICS技術性分布出來這兩者的差別 如果你的訊號裡面有兩個是Gauss的話 這兩個混合其實 看起來結果一樣好的 我認識好像這樣 那它文章就是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允許 例如說你有 我好像聽起來好像說你有七個成分的話 你其中只有一個有Gauss的話是OK的 就你不要有兩個Gauss混合就好 但這些 就是我們還是在這個條件下討論好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討論的就是一些 非Gauss的獨立的訊號 那它們的線性組合 會有一個性質是它們會更高尋的 那這我了解也不夠深 然後好像是跟中央極限定理有些關係 就是中央極限定理有些關係 就是中央極限定理有很多不是Gauss的訊號 你把它做加起來以後 然後它會進進去進入Gauss的訊號 那也許就是 賢警們也會有評論就是說 你兩個非Gauss的訊號加起來 它就會比較Gauss的程度會比較高 那這樣看起來就是說 只要你去找一個Gauss的程度 比較是一個局部極小值的話 它應該就不可能是兩個以上 或一個以上的這種獨立訊號的組合 所以我們只要去找Gauss 這我的理解裡面就是Gauss的這個程度 它是局部極小 那些就是獨立成分的樣子 那什麼叫做比較Gauss的訊號 跟比較不Gauss的訊號 那第一個它們到的這個建議的 就是Kertussis 那定義就是你把這個訊號 的四次的moment去減掉這個 兩次的moment的這個處理這樣 那它們提到說這個東西 你對高色訊號Kertussis是0 那是有些正的也有些負的 所以你把它取決對值的話 就是說非高色訊號都是大約 那這是一個良度 然後你如果有些資料點 你去看看它的Kertussis的話 那就有一個問題 它們說比較壞的地方就是 它比較不柔霸實的 好像是說你亂選一些資料點 是不是不夠多或不夠好的時候 或有些outlier的時候 它的結果可能不太一定 那另外一個良度 高斯程度的就是 看起來是不是那個entropy 就是我們一般的訊號的entropy 是這樣的良度 那對於高斯訊號它的entropy 大概是這樣就是說 如果說你要求這個訊號 它的variance是固定的數值 那它的高斯程度 它的entropy其實在 它是高斯的時候它會最大 那這個可能可以證明就是你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 我們就把固定的variance的 這些訊號裡面 它最大entropy的這個高斯訊號的entropy 算出來 然後再把我們現在手上訊號的entropy 應該是比它小 算出來 然後看看這兩者的差 如果這兩個差一定是證數 因為只有高斯這個訊號 它的entropy最大 那如果你的訊號 跟這個高斯的訊號 它entropy差越多 表示它越不高訊 我理解是這樣子 那這個好像是在實際計算的時候 就數值計算 電腦計算的時候 好像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他們採取一個妥協 就是找一個剛才那個東西的近似 然後他們是選這一個 那細節我就不太知道了 然後他們在處理這個的時候 常常會選 例如說這兩個作為一個範例 就是把這個G函數蓋進去 然後去求這樣的一個高次的moment 它的期望值 然後用這個的平方做度量這樣 然後他們說這是 就是那個entropy的一個近似這樣子 就是剛剛講這些大概就是 我看到的一些常常被提到的 高斯性的這個量度 那他們的目標就是想辦法去做 把原來的這些 觀測到的訊號做訊息組合 然後去找一個高斯性值 高斯性比較低的 那就認定它是獨立的分量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就比較看不到 目的訓練完的話就比較不是那個 它的機率模型 我有一點不太清楚 你觀察到的是X嘛 是是是 你X已經是H的線性組合了嘛對不對 對 你是要從X去找出H 對 對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是是是 就是我剛剛沒有講清楚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我這裡的Y 後來常常指的其實是 我把我們觀測到的東西 猜一些係數去組合看看 組出個Y來 那你最好的狀況就是 你的Y就是你的H 那如果說組得不好的話 通常會是H的這種線性組合 那我剛剛沒有講清楚 就是被跳掉 就是我們剛剛底下那些Y就是 你試著把S做性進組合以後 你看看它的就是獨不獨立 或者說高不高斯這樣子 如果我錯出來Y是可以不高斯的話 它就是會跟H也是很接近 是這樣子 對 我認知好是這樣子 是 那 自己懂良度以後 就再談一下這個Mutual Information Mutual Information 那 定義是說你如果有兩個訊號 譬如說你有兩個訊號 X彈Y這兩個訊號的話 那你的度量就是說 聯合分布如果它就是可以拆開來的話 這裡就有點像 這我沒關係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Mutual Information的定義 有點像是你個別的這些變量的Information 去減掉聯合分布的這個 Entropy 我講錯 H是Entropy 你個別變量的Entropy 去減掉這個聯合分布的Entropy 那如果它們兩個 大家都是獨立的話 那這兩個會一樣 所以你減下來會是0 這樣 那這裡有一段論證就是說 因為我們說獨立 感覺起來這個好像比較嚴格一點 那 它是怎麼跟剛才那些 我們說高不高尋掛上邊 那就可以去做一些推論 我看到他們就會提到說 大致上就是Mutual Information 一堆信號Mutual Information 在某些條件下 大概就是 會是Neg Entropy的負極 所以你如果想要把Mutual Information 把它降低 它很獨立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 Negative Entropy升高 就我們剛剛講的 高 不高斯的程度 不要升高之類的 那這只是提一下這樣 就是這是ICAA 然後我有些東西 就也不太 不那麼清楚 就請大家再補充 然後這個東西 等下會想辦法提一下 不過就再看 等下會有一些 就是Topographic的這個做法 好像只是把學到這個feature 你就同性質地把它排在一起 那你加一個Course Function 或者是一些處方向 那盡量把同一區的東西 就樣子相同地排在一起 那就是這一節就是Slow Feature Analysis 我就沒有什麼了解了 好 那就 所以我這可能 我看起來就是 它會給你 一路遇水跟運動的物體 那這個它的feature呢 如果你拿到這個feature 它前後 這個時間和下一個時間差很多 現在有等一下沒有的話 那差太多了 它會給一個處罰 就希望盡量說它沒有就一直沒有 有就一直有 那其他的就 書本上其實寫了蠻多 好像蠻重要的 可是我就 可能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這就真的就跳掉了 不好意思 那這一個Session就是 稀疏編碼 我大概會提一下說 我們的目標 像我們剛剛看到 不管是PCA 然後Fake Analysis 還有ICA 好像都有兩個觀點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個機率模型 然後去談到Likelihood 然後你也可以去看到 它有一個目標函數 不管是ICA裡面的那些 目標是降低它的 Negative Entropy 或者Kertosis 還是說在PCA裡面的那些 Likelihood 不好意思 就是 就是有一些目標函數 那 那 它們都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做法 那 18S Coding也是一樣 就是 你可以去定一個Cose Function 然後讓它降低 然後我也提一下它的這個 機率模型的觀點 然後最後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一個Auto Encoder上面 那 做一個SPAS的編碼 然後我是想弄一個 其實那個Code是我拿 我這裡有列它的參考資料 就是那個溫達 它當然它也放很多課程 就是 機學習的 然後什麼史丹佛的 還有一個UFLDL 就是Unfeatur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然後我就在Unfeature 那個Learning 和Deep Learning裡面 有挑出它的那個作業來 然後 這樣沒有都改好 我是覺得 還有一些問題 不過會給大家看一點點這樣 就是交流這樣 會秀一個例子 就是 在Auto Encoder上面的一個 Sparse Coding 其實就是把那個Cose Function 再加一項 加一兩項 把它改一項 那Sparse Coding 就是說 一樣是大概就是一個影變數 然後它做一個線性轉換以後 可能變成我們的資料的空間 不過這裡比較特殊的是說 在我們的PC ICA裡面 那個常常影變數的空間 維度是比較少的 然後在那個 我們剛剛討論的那個ICA裡面 它們維度常常是一樣 線性轉換是一個方針 那這裡的 潛變數的維度 反而是 常常是 比我們的資料空間要來的大 那 它會做一些約束 就是 我們說這是 有一個什麼 過 overcompleted 就是什麼 有些是不完備 那這個是太過完備 basis太多的 這個 的做法 那我們要做一些約束 讓它學到這個東西比較容易 那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 想讓它最後學到的這些 feature是比較特定的 比較少的 就是sparsity 吸收性的 那我們的做法是說 首先希望 這一個 影變數編碼出來的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 猜的basis 組合出來的東西能 reconstruct 我們的資料 就希望能再現這個資料 所以就把資料跟我們 預測出來的 有人喜歡 s hat 就是s一個帽子 然後 把它看看差多少 然後這個吸收性就是說 如果說你 編出來的這個 coding出來的h 這些空間的h 就大家都有數字的話 這是比較不好的 那你覺得這比較不好的話 你要懲罰它 所以一種很直覺的做法就是說 只要它有就給個1 只要有個h1 就給個1 有個h2 就給個2 所以你的資料空間螺絲 100圍 然後你的 影變數的空間過大 可能是200圍 然後你學出來的東西 可能它200圍度 每180的圍度 上面都有 跑出來h 那這樣懲罰 那你就把每個180圍度 都加個1 就180 然後爛打就調長度 不過這個不能為分 然後學習的時候好像比較有問題 就比較不好 所以會 他們會改一下 例如說把這個懲罰的函數 改成這個或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再講 所以這是一個 想讓它有係數性的目標函數 那它的機率的觀點就是說 大概類似 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的 影變數 它經過重建以後 跟我們的這個資料 相差的這個noise 盡量的 盡量的相近 那noise遵守的 例如說我們這邊取一個 高次分佈 就跟它 跟PCA都很像 唯一的就是這個h 是一個 overcompleted 這個basis 然後這些 latent variable 它的這個 機率分佈是獨立的 這樣 那我們觀測到的這個聯合分佈呢 就是兩個稱 或者說 我們看到這個s的分佈呢 spas coding方法 雖然它dimension比較大 但是希望它裡面的element 對 量比較多的element 是0 是是是 對 我這裡講的比較不清楚 那就 那我就可能把資料留給大家 然後我們再交流 然後 我主要是講說 像spas coding 它看起來 其中一種做法 就是說你給 就是要殺spacity的一個懲罰 那常常我們的編碼 編碼 編碼 邊境的這個latent space 是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那可以既往渠道 比較多feature 那雖然不能 這裡不是壓縮 你把它弄得比較少 就是壓縮 然後 我們再看 那機率的觀點 機率模型的觀點 也可以做 那我現在底下的就是要說明說 你用機率模型的觀點 某種程度來講 近似以下會發現 就是一開始 我講 的spas coding的這個目標欄數 這個看起來 我對我來說好像比較直覺一點 就是說 你的 要重建資料 而且希望它spacity 然後我希望 盡量把這個整個cost下降 我去選latent variable 還有我去選這個 這個basis 那這是機率模型的觀點 那可以經過論證說 在某些條件下面 它們其實差不多 那真正近似 我這裡寫錯了 對不起 這其實有一個地方 是maximum posterior 我寫是prior 這個是錯的 MAP 那我覺得近似大概就是MAP 那 所以我想要談的就是 就是說在這個cost function上面 那我要舉一個autoencoder 來做例子 那autoencoder是說 就我就拿一個神經網路來 就是 不能說神經網路 就是一個網路來做例子 就是 我的h基本上是把這些線性組合以後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那個sigmoid的激發 然後呢 後面的這一些preddit的這些東西 是前面這些的線性組合 所以我的編碼是等於是說 我選前面的這些wait 然後就會讓一個輸入的s 決定出一個h到 就是從h1到h3 或h4 這樣子 那 這是重建的cost 然後這是這個sparsity的要求 那basis 比較像是 剛剛那個phi 比較像是這些權重 那 我們要求說那個phi它的大小 就在某個範圍之內 不然你學到的h都是0 大概在這裡 要求在這裡 然後 做法就是 我們就是先 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學 一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basis要去學出來 第二個你coding的這個方式 我們要選出最大的coding方式 就是要學出來 所以我們做法就是 你交替的學 先把前面的固定下來 然後去最佳化後面的 然後再把後面的固定下來 去最佳化前面的 那這些目標函數都是在這裡 所以 我們可以去做 那 稍微變化一點點地方就是說 剛才的 比較像是 有一個重建的cost 跟 就是sparsity的要求 然後 真正做的時候 我們希望 我們能可以做一些微分 所以 把剛才hi的絕對值改成 加一個 小的 變量 然後讓它可以微分 我們自己去手調這個 那 這是重建的cost 然後 最後面這個東西是 說 也是一樣為了讓它能微分 就是 這個條件 這種不等式 比較不好處理 所以說 取而代之 就這裡大概就希望說 你的w不要太大 所以乾脆就讓它要求說 如果 這些w的總和 如果太大的話 就給它一個總和 把這些平方都加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就 比沒有不等式 然後 就是要decay weight 這樣 decay的這個權重 這樣 那 所以如果我 要 第一步要 固定 後面的部分 然後 我要去找一個比較好的編碼的話 其實就是 看一看它這個cost面 就是 把後面的部分 w2的部分 把它定下來 那 這時候整個 還是一個二次的函數 然後你可以去 最佳化它 甚至 好像還有解析節 那 第二步就是 把這個學完以後 把這個後面定下來 去調前面 那就是把w1的部分 讓它可以學習 那 這個w1的部分 就是這個 在這裡 好像太細節了 對不起 就是這個編碼h 是由直接w1建立的 在即發出來的 所以w1可以去調 那 大概就是把 這三個 像 合併起來一個cost 那 它實作的時候 大概 會變成這樣 這沒有學好 就是最後學出來 希望是變成這樣 然後要一段時間 如果說我的 feature 如果是有 例如說一百個 一百個 那 是不是在feature 希望最後 是這些東西 如果弄的話好像是這些東西 就是好像也有那種 其他字的編碼器 或者是神經網路那個前端 它會取到一些 比較 零碎的那些feature 這樣子 我其實就是照剛才那個做 就是 把cost寫下來 然後一次指 最佳化 w1相關的部分 跟w5相關的部分 然後實際做出來 是 神經過出來 神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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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拍攝 欸 那個 像剛剛還可以 像不知道怎麼樣 謝謝 我這其實沒有學 在剛開始 就是一開始我是把一張圖片 譬如說風景畫 然後各成很多小的patch 然後把這些patch拿來 譬如說幾千個拿來 然後就是位給這些encoder 那他就想辦法把這個群眾挑好 就是盡量能建立出 重建這些patch 然後中間那 latent variable 到時候我把它畫出來 就這些東西 那我釋放121個 那理想上是說他慢慢的 慢慢的 這些圖片會變成像剛才 那個PowerPoint上面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那要一段時間 還有 你這一格一格是 就是 你是說你把一張很大的圖切成 譬如說是20x20這樣好了 每一個20x20的這一小塊 當作是一個training data 讓他放進去 然後training data裡面跑出來 可能中間的那個encoder的那個h 你把它畫出來 就是最後跑出來的 對對對 譬如說中間如果它有一個h1 它亮起來的話 它重建的時候 就是用後面那些wait去弄出一個xcredit 然後就畫那些後面那個東西 這個圖是左邊這個 對 那右邊這個就是它剛剛說什麼 topography的那個作法 它就加一個 我對那個群眾還了解不夠 就我實現的時候還有一些問題啦 就是都是亂亂的 然後... 你topography是加一個什麼 那個summation W2 那個L2的那個regulation嗎 對 它好像是鼓勵... 就這個... 鼓勵空間上 就是說我畫一個... 把這些圖叫這樣空間上安排 正常的圖應該是左邊這樣 然後那個是鼓勵說 就是說... 其餘是什麼? 喔 group 就是說我這裡跟group是3x3的 這個東西的話 我就鼓勵說很像的條文 它放在一起的話就比較好 就做這樣的鼓勵這樣子 那我實現這個的時候就有些問題了 所以我在裡面也沒完成了 好 那這個鼓勵比較沒有關係 就他們理想上完成了 這其實都是在那個 就是我剛剛講溫達那個上面裡面提的 所以我只是重複這些東西 你說那個什麼topos東西的 就是把相似的victure把它多起來 就放在一起就對了是不是? 對 我目前了解是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 因為他書上還講到他跟什麼gobber 什麼有特定的關係 那我不太了解 OK 因為我是之前看那個 Inception在設計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做的 他也是把... Inception很不錯 他是他要把那個相似的那個feature 把它放在一起這樣 我是猜想說也許不管 反正你不管學什麼feature 你基本上都可以用剛還沒演那個招數 只是讓你的按牌上面 也許看哪一些同類還是怎麼樣的啊 我目前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你加一個那樣的cause function 你可以加在...會不會可以加... 現在看...所以在我們書上 它是ICA上面講這件事情 然後它...我在這裡是在sparse Coding上面看到這件事情 你等一下還有資源配訊要講什麼 好像講完最後就沒了 這個倒還好 就是PCA也可以用最後幾句話就是 別看的是Coding跟你Coding的過程 Coding就是說一般PCA就是你的資料點 映射到你的那些紫空間 比較小的紫空間上面的Coding 那現在那個紫空間 如果你把它線性轉換回原來的空間的時候 它可能扁掉了 那...如果你原來資料真的很扁很準的話 大家關係很明確的話 那你的重建很好 我了解的就這樣 那就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 我可以從頭請問一個 就是我們用雷門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一直... 我們大概知道PCA就是做... 就是從本來比較複雜 避充很多的時候 我去把它做Dimension降低的時候做PCA 那第一個是 Properistic PCA跟PCA的不同是在哪裡的? 我覺得最起碼是說 像你如果有進一個機率模型的話 你其實還可以再加一些Cheret-Crior 然後那個甚至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有一些更直接的好處啦 我現在講一個我看到的 就是你可以連它該自己為的都可以 例如說你把你的紫空間 例如說你原來空間如果是100維的 然後你的紫空間 你想說50位比較好 還是30位比較好 還是40位比較好 你其實可以把每一個不同的紫空間的維度 都給它一個prior 給它機率 然後你把它塞進它 進去一個模型裡面 你把它記錄一起做 然後自然而然它就會告訴你說 怎麼樣的格式比較好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統合的過程 但我知道有些人 他其實是畫那個 你把重要的那些空間上的Variance 你把它總和起來 然後看看它在你總Variance 100% 我覺得那個比較對我來說比較直接 我是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有幫大家的補充 就是好像也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 的差別啦 像是一個嘛 然後就 RiskPhot 你看 SvD 一般都是用SVD 是 是 eigenMatic的方法 就是 但是比較直接 我現在 你還不是說用 用這個機率的PCA造體 這個 為什麼它 就是剛剛你當然有講說 你可以把東東是prior 這樣子去 好像不是 有一個我要這樣講好不好 就是說我的一般的PCA 如果你今天三度空間的數據 你看起來像是一個圓盤的話 你重建出來的這些子空間 它就是一個盤子兩度空間的 那你用這個機率PCA的話 你可以選一個Latant Space 它是兩度的 不過它其實可以產生夢稱度來 因為它有那個Noise 它還是可以產生一個在盤上面的數據 所以它一樣是兩度的 它可能比較像原來的這個 比較粗一點的盤子這樣子 就是它轉回來的時候 比較有機會再去重建出來三圍就對了 對對那你原來PCA的話 你就非要移入那個垂直的那個小微圍 就雖然也許本質上 就這些關於數據這兩個 它裡面的函數搞不好 實證就是兩圍的 比如說什麼Z等於F of XY 可是那個你用PCA的話 就一定要納入那個微圍 那你用這個固域才能搞錯的事情 就那這裡就是當Noise處理 我不好和你這樣講 剛才前一個slive是公式 兩個最後 如果條件符合的話 最後兩個就eco 是 你說這個嗎 不是 你最前面不是來講那個propure PCA 對 你共是 對 條件吻合 最後兩個就是eco 對 就是其實把propure PCA的那個sigma 定成0的時候 那就可以 就可以產出我們100PCA那個結 大概就是說那個子空間 就不會胖胖的 它沒有Noise 它就扁扁 就跟100PCA一樣 回到你跟DDI 第二月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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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Sigma等於0的時候 它的整個這個model就是一個PCA的一個 就標準的PCA 對,是標準的PCA model 所以Troplist有PCA嗎? 我今天不知道知道這個角 因為那就 像這裡並不討論好像就 我是比較奇怪是 它一般PC比較看的是 他會是用WX的觀點去看這個 H等於WX 就是 他是 因為他是要去把它降微 H可能等於 就像 對 他會是 所以他現在這樣子看 我就就是他用這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又會比較就是想說 兩邊到底什麼去 去 mage這樣子 老實說我也沒有兩個貫通很好 那我目前就是先 就是說我看到的 Probability的一些 好像他們這樣做的 講一個邏輯 那 到底怎麼連在一起 它差別是怎麼樣 就 就我剛剛講 等一下再想一想 可以再想一想 可以再想一想 我還沒有這兩個 到底確實 因為就你後面的例子有沒有 你做Motoencoder的那個例子 你不是有一個W1跟W2嗎 對 你的H 就是W1 就是Sigma of W1 H嘛 對不對 然後再套一個W2到上面去 做回事 要回到本來的X 對 然後Jason講的一下是W2的 對 就是 就是把那個PPCA 它的Sigma去進入0的時候 那結果應該跟PCA很多那個 結果差不多 對 我在猜 這個可能引入這個 是為了 引力 Generating Data 不是 現在我就會比較認真說 你看到的是X 對 對 那你應該 在最後你是要去找 比如說假設以PCA 或者是 不管是 假設還是PCA的話 你最終 你要去把這個H 要去找得出來 那它等於說 加了一些 那個Variant在裡面 對 因為 因為 我知道它加了Variant 就是說 一般我可能會看說 它應該H等於Wx 加比例加Epsilon 如果它事實是這樣寫 我就可以比較可以理解 它是 因為它終究它是要去找那個H出來這樣 那個是 但是它好像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那個PCA好像已經可以找H出來 然後這裡它弄了 加入這些東西也可以找H出來 然後為什麼做出這些好處是怎麼樣 差別還是怎麼樣 還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我覺得像Generate 它起碼可以Generate資料 就一般PCA 其實你就算建立那些磁空間的方向 你還是沒有辦法Generate資料 因為你並沒有給它什麼機率分補 那這裡真的就是說 你用那個Latin Space 一個P 就在高選 先產出一個P 就這個 就可以產出一個資料出來 這本書從這一張開始 幾乎除了少數章節主題不太一樣 基本上都是以Trability Model來重建那個模型 有沒有人對這個主題有必要研究的 可以Share 是 像我覺得那個Slow feature analysis 就我真的是不太了解 那我剛剛在樓家講的 它其實基於的基本原理就是 整體它的動相對是穩定的 不像我們在做影像處理 在同一個空間的一個點 它誰的時間的像度 比如說這個影像連續的動 那在同一個空間的點 即使是它還在那個物體裡面 但是它因為是RGB像素 所以它其實一直變化很快 可是你若以整體來看 它其實是相對是穩定的 並不是指慢 它這裡用Slow可能 我覺得可能它說用Stable 會比較適合 那我不曉得它這東西有沒有生物學的基礎 但直覺上真是非常符合直覺的 所以我看阿蘇 就是它在這部分 雖然大家認可這樣的一個資訊 但是目前在Stable Up 它並沒有很成功 對 她有提到 然後我說 然後她講一些理由 說 有些東西萬一它正在動的話 最重要的東西在動 結果它反而是看那些 完全沒有動的那些東西 對啊 因為它的演奏法居然就是 就是要讓它能夠穩定 但是它 再比如說它提到那個 像那個Site 它動的話其實動得快 它是很穩定 但是它動得很快 它整理來看它還是一格一格的 如果你用攝影機去拍攝 然後這一個在下一個Flame之間 它還是慢慢的在動 可是如果你把這一個 當作一個強烈的限制條件 它的演算法可能就受限了 所以這裡面可能還有更多的 需要explore 可是不曉得這方面是不是有生物學的基礎 但是從視覺來講 視覺運作並沒有為了這樣子 而產生這個葉花上面 像這樣的趨勢 但是整體人眼還看的確是這個樣子 所以更深層次的認知 是不是有它的生物基礎 那這個目前 我知道是在這方面的研究 基本上是還沒有 心理學可能有一些相關的研究 但是生物學的研究 基本上好像還沒有 倒是那個spot coding 倒是有蠻多的生物學的證據支持 剛剛講到這個是一種spot coding的方式 那像那個HTN model 它用的所謂SDR Spot Distributed Reperentive 它又是另外一種spot coding的方式 它講的是在二進位編碼裡面 那對於同一個target 只有少數的幾個bit會舉起來 那彼此有相關的feature 它彼此會做連擊、會做union 那另外這個model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它的tolerance會比較高 這當中如果只有一個bit 比如說做連擊之後 比如說有20個bit 跟另外新進來的一個feature比 那可能只有18個bit是符合的 它就會認為這兩個是相近 就是它bit match的話 越高的話這兩個object就越接近 這是SDR的spot coding的基礎 那這個spot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它那個是比較基於記憶模型 而衍生出來的一個model 那在生物學上它spot coding 目前發現就是說 在神經裡面 尤其最高等認知的前額這邊 它對於特定的訊號 它才會反應 那應該是今年有一篇 Zell很有名的論文 就猴子坐這邊 那一篇論文就非常精彩 在以前它會有所謂的那個叫祖母細胞 也有人叫克林頓細胞 或是有一個女星 就她有幾個名字 她講的就是說針對人臉 以前針對到說某個神經元 或某幾個神經元 看到某一個大眾的 就是有個克林頓的臉 它就會激發出來 所以以前有個假說 在神經細胞 它裡面有所謂的祖母細胞 它只針對特定的臉才會有反應 那在過去幾年 其實這個理論已經漸漸地被 這個假說已經漸漸地被質疑 那今年的那一篇 State of Apple 它基本上是做得很徹底 它證明就是說 有點類似像吸菸 在最後面的高層次了 它只針對某一種特性做反應 那它可能比如說 針對於影像 它可能只有二三十微像度 它用一個好像叫dimension 它用一個專有名詞 它可能是某個角度 或是某個顏色 或是某種線條 那某一類型的細胞 只會針對這一種做反應 那只有幾個 就是說 並不是全部的神經細胞 一大堆會對同一種 這當中只有少數幾個會反應 那所以當一張圖進來的時候 它會逐步的拆解 那最後只有 會對於這一張圖的某個面向的 這一群會反應 幾個會反應 對於這張圖的另外一個面向 會有另外一群幾個做反應 那加到總統起來 這些反應的細胞 就代表了這一張圖 這一個人的辨識 或是這個 這個捕捕動物 對於這一張圖的辨識 而不是說 所有的神經都會反應 只有少數的 裡面的百分之十不到的神經 才會真的active 那這是在生物學上去支持 spot coding 真是神經生物本身 就是前層可能它 賴拉雜都會反應 然後到某些層的時候 就會對這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它就比較上述 對於某些東西 基本上它跟CNN一樣是階層性的 它只是補向CNN的機制 它補向是什麼做啃合訊 然後鋪靈 它基本上 而且你實際去比紀錄哪一層 它的反應的 它也不是像CNN這樣子 好像看到一個小的 然後漸漸的看到一張像圖的 它在真正的生物體上面 並不是這樣的直接對應 它其實是越高層的 它是比較越抽象的意念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克林頓 克林頓 你用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 或是其他形式去知道同一個東西 它會在同一個最高層色的神經 它會同樣激發 所以在高層色其實它是 對於抽象的東西它越集中了 會必是圖像 對對對 或利的克林頓是克林頓性 或是 或是 譬如說雙光女兒 讓你想到克林頓 譬如說你講到什麼性醜聞路 salud蛋 之物之類 你會想到克林頓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激發 但是跟克林頓相關的神經元 在某個像度上面它就會被激發 但它不是單一個神經元 單因就是說不是對克影論這一個人做激發 而是一個整體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常看到ICA跟PCA 然後有點想知道說 ICA跟PCA它無論是使用上 或者是它的那個主要差別 那個什麼地方? 實物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些很多前所裡 我們都會先用PCA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說 你像PCA弄出來的東西 component的應該是 correlated的對不對? 那 那如果說你用PCA去做 或許說聲音訊號的話 會不會做出來的東西 還是混在一起? 因為你知道它可以贏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是沒有實物的經驗 我就是在一些圖像處理的時候 前期可能會做一些什麼PCA ZCA我最多就是這樣 他們真的在ICA是怎麼弄 我就沒有拿實物去做 可是好像好像很重 我只想想一下 看到一兩個例子說 譬如說它把 因為它可能用 MX data 或者是用那個C-18 data 然後變成用PCA變成是三圍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裁拍 但是它用那個PCA 它是用PCA 也是一個類似做一系列的動作 但是它就可以 當時候變成是三圍的時候 它的Data就可以打開 那個顏色你就很明顯 你就知道它是打開了這樣子 對 對 它的Groove 譬如說它那個Groove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 意思是說它是可以被區分 因為它說 如果你用一些什麼 如果是它是沒辦法被區分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 你這樣去找去做 你去做Model 去做 要去做SBS 去做什麼 其實你還是踩不開這樣 謝謝